好 另外想請大家這個寫下白板 因為還要是問一下 大家比較這個在意的台積電 台積電當然這個資本支出 沒話講是大手筆的 這個不斷資本支出 所以對未來的這個 大家的期許是非常之高的 那我們也看到台積電 今天說在六百一 那目前到底台積電操作是策略 應該怎麼樣走比較好 大家有沒有對於這個台積電的 價位的一些想法呢 寫價位寫價位 可以寫買進或賣出你的看法 緊供參考 緊供參考 好 台積電 台積電大家的想法 好 謝老師 好 可以送你們的答案 看一下看一下 台積電五百塊以內在買喔 我才會考慮 來 麥克風 我更保守 四百塊以下在買喔 我現在講的是我們講同一黨嘛 護國神山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去年就還有三百多塊 是 當然去年三月三百多 來 佑老師 我考慮區間就比較小 你是五百七 六百三 五百七跟六百三 區間操作 區間操作 我想先問這個 對 謝老師 小於五百喔 因為我這個還是有個先捷條件的假設 如果現在台積電是先配十塊錢 如果十塊錢的話 其實我覺得五百塊錢 它那個利率只有兩趴 所以對我來講 以存股的角度來講 它稍微 價錢稍微高了一點 所以我希望它跌破五百 如果哪一天碰到一個什麼事情 跌破五百的時候 我就會去保護這個護國神山 但是呢 如果它開始現在因為它盈域不錯 它如果今年配到十二塊 明年配到十四十五 那我的價錢就會調高了 跌破五百 我現在聽到很多小股東 滿地心碎的聲音 跌破五百 你要去保護 他們六百就衝進去了 我們也歡迎網友 這個線上可以留言 告訴我們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好 剛剛是這個謝老師 麥克風 你小於四百耶 小於四百是去年三月份 三百多塊的時候 對啊 有可能回得去嗎 台積電耶 沒有什麼事不可能發生 台積電十年前 現在看起來三千就 只有兩位數耶 是是是 那為什麼你會這樣說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你用股指去判斷嘛 那去年台積電賺十九點九多 那用賺二十塊來算好了 那你如果抓個二十倍的本益比 其實就是四百塊 對 那但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龍頭股的時候 我們會給比較高的本益比 對 那我們假如說就是 二十倍算便宜的話 我覺得就是四百塊以下 它算是真的很便宜的價格 但是你現在要去講 這四百塊以下價格 可能搞不好 這一兩年都不見得會發生 對 但我的意思是講說 當它出現這樣子的價位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 可能是在幾年之內 都是一個相對好的買點 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 或許也真的就不會出現了 因為你就想說台積電這幾年 資本支出很大嘛 那今年賺二十塊 搞不好明年賺二十五塊 後年賺三十塊 那你用二十倍的本益比去算 去成的話 你可能到時候估值就會相對的變高 那這個估值其實要 你短期之內都不會買台積電 對 就隨著它的獲利去變動 OK 好 余老師 好 那個剛剛兩位講 你今天是出最高價了 五百七了 我出最高價應該我會得標了 因為我出五百七 說實際上五百跟四百 這兩個數字 除非就剛剛兩位提到的東西 除非發生系統性的一個 非理性的下殺才有可能 不然的話 以現在六百 以今天六百一十塊來這樣往推推 要推到五百推到四百 基本上整個產業鏈 應該會出一點狀況了 好 那現在來講 很多同事朋友都這樣想說 那我現階段我沒有台積電 或者我有台積電的時候 我怎麼操作 我跟各位講 你的持股一定要分兩塊 就是剛剛兩位來賓提的 我可以長期持有 我跟你講 台積電這種真的是好公司 好不好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富國神山 好不好 那你的資金當中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你一定要長期持有 因為這百分之五十要賺什麼 就賺他股息就好了 不管他今年賺十塊 明年十五塊 甚至有二十塊二十五塊的公欠 你就賺上股息 因為你股息基本上來講 光股價的一個下節 你光這幾年賺的股息 應該可以cover你的資本的一個損失 好 那接下來又第二個 有些股票 你沒有辦法知道 未來會長到哪裡 所以既然是好股票 又是龍頭股票 你百分之五十一定長期持有 持有戰 好 那增加百分之五十呢 就是所有投資人最喜歡的 他總是要短線進出 因為像台積電的股東太多 包括零股小股東都有 已經上百萬人了 百萬人你叫他說 我買了一個股票 既然他買了五百股好了 你叫他報五年 他很難 對不對 他一定希望說我短線 能夠進進出出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剛好我為什麼剛秀的那樣數字 就是說我在五百七十跟六百三十 我有一個根據給各位當中參考 當一輪股票 漲到某一個程度 居於盤整的時候 那盤整的時候 你就盤整格局的時候 你就會來回操作 那來回操作 因為既然是好股票 你絕對不能落實它 百分之五十長期持有 剩下百分之五十 你就以月均線為主 以月均線上下五百分到十百分的一個範圍 來做一個操作 舉例如果台積電是以六百塊來算的話 那六百塊算如果跌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空間 也就我剛講的 來到一個合理價位五百七十的左右 五百七十以內 我就可以做什麼 短線的一個進場 那進場之後 各位 股票既然你有短線的操作 所以到六百塊左右到均線以上 你就開始幹嘛 賣 然後漲到六百三 你就可以幹嘛 全部出 對不對 那全部出完之後 等它有機會再拉回 那如果萬一有一天它繼續漲下去 你不要忘了 你還有百分之五十的長期投資股票 所以我剛秀這個數字 是用均線的技術分析的一個 上下波動來回 震仗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才進五百七十買進 六百三十買出 這樣的一個數據 根據 OK 在中間來回超準 我們現在有人留言六百五百七 這個就給我們 這個有人留言兩百以下 希望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靠護國神山 保護中華民國 那我們就來看 其實這個一個重點是 我們剛剛看到 在拜登這邊的基礎建設方案出來 然後這個之前一直撒錢 那剛剛看到這個非農就業也很好 感覺資金行情跟景氣行情 有機會接起來 這樣就可以稍微安心一點點 余老師你怎麼看 現在拜登加稅 擴大這些基礎建設 美股的一些反應 後市真的會繼續這麼順利嗎 你怎麼看這個繼續的影響 好 我想拜登的這個基礎建設 這個2.5兆的一個美運下來之後 各位我們要思考一下問題 錢從哪裡來 錢怎麼來 好 那拜登繼續來了 很簡單 我就幹嘛 加稅 所以各位你看喔 整個加稅的一個衝擊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現在稅 加稅的情況之下 各位不要忘了 稅是當下的 基礎大概要10年左右 因為2.5兆不是一瞬間就花完的 但課稅會馬上就課到這個稅 這個稅一定會課到 那稅對一個國家的GDP的衝擊 一定是手上其中 這個無庸置疑的 好 那課稅 課的錢夠不夠用 當不夠用的時候 現在要面臨到第二個情況 那一定要舉債 這一定要舉債 那舉債的話 又阻止它的公債利率 又不斷的一個上升 所以這個地方 你也要考量 如果舉債太多 如果造成10年級公債的利率 又直接往上走 那各國的央行就會開始幹嘛 開始縮錢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個概念 所以目前來講 因為課稅已經短期看得到了 所以短期一定會有震盪 但是就長期來講 因為2.5兆這個數字 真的是天文數字 這個2.5兆灑下去之後 未來的行情一定會往上走 一定往上走 那這個地方呢 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以美股來跟各位講 因為首張其中 2.5兆是就美國股市 當然相對來講 也會帶動全球的股市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以美股來講 這個美股來講 如果以基建再講的話 各位不要忘了 如果工業基建 絕對是一個利多 就是說如果灑下去 各位資本支出增加 資本支出增加 那對什麼最有效 就對器材 機械類這個東西一定有 那這種股票一定是小型股票 所以當2.5兆這個錢灑下去 各位不妨可以思考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資本支出 不是緊急循環 如果真的是緊急循環的話 我們可以挑什麼 挑大型類股 緊急循環一定挑大型類股 但是資本支出一定要看什麼 看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現在要挑小型股 對 以中小型的股票來講 基金也選中小型基金 對 也是挑中小型基金為主 這樣的話才能夠賺到這個2.5兆 我這個天文書 2.5兆這個基建建設 可以帶來的一個成果 OK 好 2.5兆怎麼賺 這個余老師建議從中小型股來挑 這個余老師建議從中小型股來挑 你身心想要重新的股票 就要怎樣做 這個余老師建議從中小型股去 就要用這個股票 好多點 有這些股票 在於是有這個股票 對 是有3兆的股票 是有6兆的股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